我是团长 上一期视频我们讲了 欧奈尔十倍股法则的原理和其介绍 这一期我们来讲 十倍股法则选出的股票 欧奈尔模型选出中国的上市公司 我们输入欧奈尔的条件 以下五个条件 当季净利润同比增长超过18% 每股收益年度复合增长 达到15% 净资产收益率大于17% 债务低质押低大股东减值少 第五点行业龙头 把这五个条件输入同化顺踪 过了东方财富网中 我们可以筛选出这21只股票 从3000多只股票中筛选出这21只 恒瑞海洛水泥 城光文具照一创新五粮液运达 三七户雨凯莱因 意味理能光线传媒泰格医药等等 这21只 不难发现的这些都是一些细分行业的龙头公司 大家可能都傲熟能详 艾尔眼科 光线传媒 我无生物 恒瑞海洛水泥 这都不用讲 运用欧奈尔模型 选出这21家公司 进一步的筛选 我们要寻找机构投资者数量增加 而不减少的股票 那就排除掉了千方科技 汤城背信和光线传媒 所以用欧奈尔模型选出的18家公司 是以下18家 恒瑞海洛水泥 三西粉酒 安图生物 城光文具 照一创新 五粮液 艾尔眼科等等 这18家公司 应该说都是A股比较优质的公司 这些公司的股价 在过去的一两年内 应该说是不断的创出新高的 这上面应该是95%以上都是在不断涨 这些哪个没有涨吗 都涨了很多 五粮液 这都18年到今天涨了好几倍 城光文具 这也是翻了倍的股票 三七户鱼 游戏的龙头公司 凯莱因 泰格伊尔 CIO行业的龙头 这个无一例外 那么 欧奈尔的投资理念 它形成在30年前 那么为什么欧奈尔模型历经多年 却依然完美应用在大洋彼岸的中国股市呢 说到底就是投资如三月 人性永不变 在我看来 股价运行背后 是机构行为和投资者心理 全球股市几百年 又何曾改变呢 所以它的投资模型 选出来的A股 同样的 适用美股 也适用A股 提大的银盘流水的B 改变的 只是一个个公司 和参与其中的投资者 不变的呢 是市场的运行的机理 如浩荡江河 很久不变 这个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呢 它就是变化本身 我想呢 欧奈尔带给我们更大的思考 就是如何找到 这个世界上最优秀的公司 以下图中呢 是美股的 从60年代到 这个19年代 对吧 最优秀公司的变化 那我们看最近的 最现在的 对吧 苹果 微软 亚马逊 谷歌 Facebook 我们知道美股 不断的大涨 对吧 创出十年的新高 其实它还是那些优秀的公司 不断的上涨 苹果公司成为了 全球市值最大的公司 它的股价在过去的一年多 应该说也是翻了一倍的 尤其是在巴菲特买了之后 很多人当时质疑巴菲特 为什么在那样的位置 去介入苹果 结果呢 苹果公司呢 成为巴菲特第一大重仓股 也给它带来了 相当丰厚的回报 说到底呢 还是行业龙头的重要性 我们昨天也讲到 苹果公司 一家公司呢 占据了整个手机产业链 80%的利润 那么寻找 代表当前时代的增长行业 在增长行业里 找到数字最优秀的公司 与优质的机构同行 这就是 欧奈尔模型的本质 数字最优秀的公司 对吧 最优秀的机构 在买什么样的股票 哪些行业 在快速的增长 这些呢 也就是投资的本质 不管是欧奈尔也好 还是其他的价值投资也好 肯定都会关注这几点 你要记住欧奈尔的话 当股票上涨 而不是下跌的时候买入 应该买入高价的机油股 而非廉价的垃圾股 在现在的市场 尤为明显 对吧 一些EEL股 白酒股 股价越来越高 是一些散户无法触及的 对吧 茅台1000多人民币一股 一手要是几万 很多散户 根本买不起 所以这种股票也决定了 大人的散户 是无法参与的 那些几块钱 一两块钱的垃圾股 又怎么可能起得来呢 再者呢 不必过于关注 公司的账面价值 股息或者PE 很多人看当前的PE 对吧 看当前的利润如何 但它只反映现在 你买投资 买的是预期 买的是未来 而不是现在估值有多低 现在估值再低 它未来有可能变高 所以无论在中国 还是在全球 都有这样一种困惑 在市场上 有大量看上去平庸 但估值也很低的公司 和少量看上去优秀 但是估值看上去 高不可攀的公司 对吧 公司很平庸 但是很便宜 优秀 我们看到爱药眼科 看通测医疗 看恒润 这些估值都很高 对吧 八九十倍 上百倍的估值 但是很优秀呀 还在不断的增长 所以不要看去看估值 也就是不要看当下的利润 这公司估值代表 当下的赚现能力 是吧 在美股上市 它不需要有盈利能力 我们知道的亚马逊 它在过去十几年内 都是亏损 也就在最近两三年 出现了大幅盈利 京东同样也属此 所以你光看 现在是否盈利 是否赚钱 其实意义不大 如果光盯到现在 你可能会错过很多机会 或者买入那些平庸的公司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你应该选择哪一个 比如在Costor跟Sales之间 你会选择哪一个 十几年前 我们知道Costor 它是一家超市 它的市盈率高达五十倍以上 而这个西尔斯只有十倍 今天Costor的市盈率还在四十倍 但市值不断新高 已经涨了十倍还不止 而西尔斯沦为了破产的边缘 这是两家百货 两家超市股的变化 那么回到中国 同样做餐饮的 18年上市市盈率高达70倍的海底捞 和A股30倍的全聚德 你选择哪一个呢 从餐厅体验看 海底捞是中国餐饮第一公司 控制了火锅业的核心产业链 无一不经 而全聚德 你说实在的 去北京吃烤鸭 你即便去四季民府 也不会去全聚德 一年后我们再来看 对吧 海底捞翻倍了 市盈率变成了九十倍 全聚德跌了百分之三十 公司业绩下滑 市盈率变成了五十倍 所以你做投资呢 要自上而下 结合自上自下而上 选择景气行业的最强公司 而不是单纯的盯着估值去看 海底捞估值是高 但是它是这个行业内的佼佼者 估值高呢 只是代表大家的看好程度 高呢可以更高 你现在估值低 如果做得不好 业绩下滑 现在低 未来还是会变得更高 这个海底捞呢 表明了这一切 矮财一年多 上市到今天也翻倍了 我们生活中基础到的公司 可能很多人都会去 海底捞收获过 总的来讲呢 这是一个赢家通知的时代 你要跟随每个时代的最强者 强者吃肉 弱者呢 只能吃土 你作为手机公司 最重要的就是科技 可靠流畅 这就是为什么拥有iOS 不断创新的苹果 能够独播天下 你作为餐饮公司呢 最重要的就是口味服务品牌 这也就是为什么服务最好的海底捞 能够一直独秀 你作为医药公司 最重要的就是能治并有理想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 仿制药和创新药领 现在恒类制药呢 成为了中国医药的王者 华东制药 海珍药业那些呢 成为了恒类的领头 但也不是那些乐中于买买买 对吧 治病效果却和安危剂一样 低微的医药公司 说到底呢 你要创造价值 你要解决能不能的需求 你短期内呢 你可能收到很多智商税 也许你现在是暴力 但是你没有未来 所以做投资呢 看的是未来 很多顶级的企业呢 他是不在乎利润 甚至呢 把利润是放一边去的 他只在想着怎么去 更好的解决人的需求 更好的服务于消费者 往往这样的公司呢 他把他的服务做好 把他的业务做好 往往呢 获得了最高的利润 这就是投资 这也是商业 如果你光盯着利润看 你可能永远做不起来 随着A股市场呢 这个注册制的来临 对吧 市场公司越来越多 A股呢 将会是一个平庸公司呢 乏人问津 而稀缺优质公司 慢牛长牛的时代 那么这个走势呢 在过去的两年内呢 已经变得非常明显了 优质的公司 不断的成熟新高 很多垃圾股 即便行情变好了 他们也不少 所以这就是时代的导乱 这个呢 也是存储市场的一个表现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 你也买行业龙头 也不要去买那些垃圾股 买那些小市值的公司 对吧 这是一个寡头 垄断的时代 赢家通事的时代 所以这一点 如果你还没有搞清楚 那可能你很快呢 半数的注册制 都快速推进 你很有可能 会被市场消灭掉 因为退市的公司 会越来越多 不是因为强制退市 是因为他股价跌到退市 对吧 跌破1元 市值跌破10亿 所以呢 要搞清楚这一点 那么最后呢 团长呢 就是做个广告 团长8月份 最新一期的投资报告呢 已经出炉了 那因为很多投资者 问团长 有没有新的机会呀 因为之前的一些 投资报告没有购买呀 或者之前的投资报告的 这个结果已经落地 我也不去做分享 所以这是8月份的 最新一期报告 一般来讲呢 一个月可能只有一篇 或者两个月只有一篇 这个是要看机会 所以呢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或者私信团长 我们下期视频